类似的方式,假如说我们用统计分析,如果用Excel来做的话 假设我想要知道哪一区是汽车切单最多的话 那其实可以利用那个MID,切第四个字,取三个字,刚好就是哪一区 然后哪一条路的话比较麻烦 因为路的前面,它可能的规则还蛮多的 为什么?因为这个规则有可能是前面是区这个字 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什么什么理,什么什么零 所以最后这个公式,其实我是利用三个函数串在一起 最后做出来一个公式,就这一串 总共是用Find加IfAir加Mid,但是太复杂了 这个可能我就不讲了,因为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反正意思是说,它前面那个字的位置在哪里 我就加一,就是它那个位置的开始 然后尾巴那个字可能是路,什么什么路嘛 什么什么接,什么什么道 那是尾巴那个字,所以我取头取尾中间的字 但是后来发现,它那个湿气的位置不一定是哪一条路 它也可能是公园,所以尾巴可能是圆 后来发现又有一些地方,就是如果找不到路接道之外 还有公园的圆,然后还有停车场也可能 还有停车阁也可能 后来最后做出来的公式,变成这么长 这个已经是太拢了,我看它改到哪边呢 就反正就是改完之后,公式变成一大串了 反正如果找不到,就用IfAir再去找 找后面的那个字,找不到继续找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公式光看到最后 可能一般人应该已经超过脑容量了 你的脑的CPU已经荡机了 所以在Excel里面的公式,其实是方便是方便 但是处理简单的事情还可以 那如果你处理复杂的事情,那真的自己找对手 所以像这种东西,通常我是写程式 要不就用Python来处理,要不就用VBA来处理 OK,其实都可以啦,只是说这个地方 所以最后统计出来,我得到的结果是这样 如果你们有兴趣自己统计一下 入接到这个栏位,然后再插入那个枢纽分析表 其实将来这个东西都可以用Python来做 然后入接到把它拉过来到列 然后入接到到值 那这个时候再利用排序 怎么排序呢,Z到A 把它更新一下资料,可能我重跑 你会发现哦,得到的结果 第一名的话呢 施窃率最高的是在哪一条路呢 沿平北路上 不,我们最后留下前十名好了 所以前十名怎么留 这边有个值的筛选,前十项就好 因为底下不太重要 那我就留下前十项 所以呢,最后呢,得到的结果 我用画个图好了 我们用那个直条图,最直切 那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不要标题 标题大概就知道是哪一条路 也不要那个图例 我就最简单的一个图 把它拉过来,把它拉大 这样的话就一目了然了 OK,这个把它关掉好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最后得到的结果 施窃率第一名的就是沿平北路 沿平北路靠北 那有可能离那个什么呢 离成德路其实也还蛮近的 我记得沿平北好像 反而卖那个中古机车行好像很多 为什么施窃率 第二名的话中山北 中央北好像在北头嘛 然后沉德路我刚好听 通河也是在那个嘛,沉德路旁边嘛 然后忠孝东路,大岳路也在那 桂林的话就刚好万华 OK,还有桓南,桓南路 那边其实也是万华 和平通路 和平通路为什么比较多,不知道 然后松河,松河就松山那边 所以看起来似乎好像有那个地缘因素 好像似乎可以 但是至于细节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还是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OK,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相关的资讯 刚刚的公式呢 我又把它贴到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这个六十页的地方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因为这个公式太冗长了 那未来当然后面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也许延伸出去 也许把它改成用那个Python来写写看吧 只是用Python来写的话 也是有点难度 OK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 大概基本上 就把这个问完 那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我们延伸到那个爬虫部分 今天的部分 假如说呢 我希望 像我们刚刚下载那个台北市的这个窃盗 有没有 的点位资讯的时候 实际上呢 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是用这个下载的方式 那问题来了 如果每一次都要下载 那不是要重新又下载一次 这新的资料 那就是怎么办 所以理论上 应该是 怎么 不需要去把它下载 而是我们直接写个程式 直接就到这个网址去抓资料 哪个网址 这个网址 OK 所以 待会的话呢 如果假设 我希望呢 直接到那个网路上面去抓 我就不要下载之后再开起来 我直接在哪边开 直到Python里面去就好啦 OK 也就是少了 其实两个步骤吧 第一个步骤是下载 第二个步骤用那个F部件去开启 那我们现在的话 只需要如果用爬虫的话 其实就一个步骤 直接用那个什么 这个 爬虫的方式 直接就把它抓下来 然后直接就放到Python里面 去做后续的处理 包含就是说呢 假如说我希望把这个资料抓下来之后 一样丢到资料库的话 这个地方呢 该如何修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主要是把刚刚的这个什么 汽车切到写入的部分 把它稍微变动 不过我们也许啦 我们也许另外再开一个新的好了 待会再把它结合进来 所以第一个的话 开一个新的Module 那第二个的话 我要怎么去下载那个 网路上面的开放资料 那这边的话有一个简单的范本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在云端白板的 这个云端白板的话 我是放在第六个单元 不过第六个单元 因为前面 我又分成 这个 七个单元 七个小单元 所以它好像放在比较下面 所以你们往下卷动一下 找到那个第十二的下面 这边有0601这个 你把它打开之后的话 ok 0601这里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打开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的模组是 在这个Python的384 那早期的那个版本里面 我是没有帮大家装那个request 就是手动自己装 不过我后来发现 好像同学自己安装 手动安装的状况蛮差的 常常装不起来 所以呢 所信我就帮各位已经把什么 把这个 这个模组叫什么request 这个request 它其实本来是不存在在 Python的预设的模组里面 那不过因为 为了上课方便 我已经帮各位装进去了 所以待会上面这个安装的动作 你们是可以不需要安装 但是如果你说老师 可是我还是想练习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先把这个request移除掉 再重新安装 可以啦 那怎么做 首先第一步 你要安装那个 这个外部的 这个模组的话 主要是 会需要有一个 语法叫 这个peep install 后面的话给它一个 那个模组 那个module的名称 叫request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你如何执行 一 请你找到那个 你的c叠的 那个python384的那个目录 打开来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找到那个scripts scripts里面 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发现 这个scripts 除了这个spider之外 它其实会有个pip 的一个执行档 预设应该这个 目录里面都会有 pip这个 那实际上就是利用它 去帮我做安装的动作 那安装的部分呢 它是连线到那个 就是python的官网 然后把request 那个套件 下载到我们的 就是python的 这个函式库里 帮我们安装起来就对了 那安装的步骤 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是点选 所以这里特别注意 它其实不是太友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图形化的功能 你必须要自己下指令 才有办法安装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 你最简单的方法 你直接在这个pip上面 记得哦 记得哦 在cmo号斜线的 这个python384 script里面 打个cmd 意思就是哦 要在这个目录底下呼叫什么 呼叫那个命令提示字元 OK enter之后的话呢 那它会叫出这个dose 不过理论上应该黑底白字 那因为这个应该是其他老师把它改了 我把它改预 预设 预设好像是 黑底白字 他把它改成黑底 哇 这个 然后 哦 应该是这样吧 黑底 好啦 算了 我就不改了 这个 就这样 本来是黑底白字 那再来的话呢 你就打一个什么 pip install 空一格 然后request qest 加s 那理论上你按enter 它如果没有安装 它会就帮你去网路上把它下载下来 那 可是哦 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它有出现一些错误讯息 那跟各位讲哦 假如说呢 你的电脑里面哦 没有安装过其他版本的python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可能因为已经有练习太多了 所以会造成什么 其实里面版本太多 而造成这个会有一些错误讯息 所以如果这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你可能要换第二个方法 就是呢 移到上一层 就系列底下的python 384 然后打 一样打cmd 那你这个时候执行的命令 就不是pip install 就是换下面这个 如果我这边有叙述 如果有发生方法错误的话 那你可以改成这个 python 后面加1-m 然后一样后面就是pip install request 然后把它这个执行 印象中这样应该就OK了 好 把它打上 我刚刚是按右键它就贴上了 复制可以贴上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它去 网络上面检查一下 有没有request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已经存在了哦 所以它没有帮你真的安装 但是如果你想说 老师那我如果想要试着安装 看看怎么办 没关系你可以 在这个语法的当中 把什么呢 把原来的那个什么 install 改成uninstall 加一个un uninstall 然后request ok 那它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套件 package套件 帮你移除掉 假如说你要重装的话 那再来的话呢 它已经uninstall成功了 如果你要重装的话呢 再重新装一次 那重装的话就install了 你会发现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长这样 它会有下载的动作 OK 反正大家试一下 让各位了解 安装的步骤 特别是 如果你第一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请利用第二个方法 记得是在384那个目录 去执行CMD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我们就已经有 这个request的方法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就利用 在云端上面的第二页 这边有一个下载的范本 那这个范本里面的话 最重要的是在get后面 这边有一个空置串 在空置串里面 请各位记得把它放什么 放那个档案的连结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是这边 我们试试看 把这个 第一个把这个CMD 然后贴到我们的 新的这个module里面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这个get后面有一个空置串 对不对 那第二步骤的话呢 你就怎么样 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 就是什么 汽车切到按键这边 有个检视资料 然后把这边的这个网址 复制一下 Ctrl-C 然后Ctrl-V 贴到get后面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 它就是利用那个request 这个模组里面的一个get方法 底下的话就是把网路上面那个网址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下来 OK 记得是抓到哪里 抓到前面这个物件 叫HTML物件 那这个物件名称自己取的 你可以叫别的 没关系 然后呢 后面比较重要就是encoding CP950 特别是 如果是上面显示是big5的话 比如说这个big5 那记得 你这边就一定要encoding等于CP950 那如果说你是UTL8的话 那这边就是UTL8 那不过跟各位讲 它预设好像是UTL8 所以如果UTL8的话 这一行是可以不用加的 我好像试过是这样 我来试一下 接下来的话 如果要把资料下载下来的话 它这个时候会到网路上去抓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可能会等待一下下吧 因为这个时候呢 有点像是它模拟那个浏览器的功能 然后去抓什么呢 抓刚刚我给它的一个网址 它就到网路上去抓抓看 有没有这个档案存在 那可跑完了 执行一下 OK 有啦 它是跑出来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它跑下来的东西 就完成了 可是问题来了 这个时候抓下来的东西 一样是一列一列的资料 那可是问题 假如说我要把这一列的资料呢 切开来 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可能第二步要思考的 另外各位可以试试看 切到按键之外 可以再试试看 我刚刚有发现一个 一样是那个 你如果搜寻那个 切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 假如你是找什么 找那个抢夺的 好像那个什么 台北市 街头随机抢夺按键这个 它这个里面的CSV 好像是UTL8的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资料 按键C 里面这个网址 贴到我们这个get后面 这一串 双文号里面 那如果你编码 一样用那个CP950的话 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最后得到的结果 会不会是正确 正常的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 他得到的结果就是乱码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跟你讲说 是UTL8了 所以如果是UTL8的话 那记得你的编码方式 要不就是把这个 改成UTL8 要不然的话 我建议 我记得好像这个是 它预设应该就是UTL8了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encoding关掉 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出来的结果就OK了 有没有 意思就是说 假如他那个网路上的 编码方式UTL8的话 那其实这个地方是不用改的 OK 所以如果是UTL8 那更简单 等于这三行就搞定了 这一行就不用 1 2 3 所以特别注意 现在还蛮单纯的 Import Request 利用Request的get方法 然后最后把 资料呢 把它print出来 第一关OK了 可是第二关很麻烦 第二关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 下载的资料 直接丢到资料库 OK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存档 不过好像存一个档案 好像没什么太大意义 只是说你要怎么切割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资料先 试着从那个网路上抓下来 先试着从那个网路上抓下来 好的